饮料之后呢 就举着这个话筒啊 然后然后互相看 看对方有没有吹响 企业家们其实都想学 接下来 能不能教教我们的企业家 如何用饮料 来吹出声音 好 它这个是靠这个这 靠这个手 手的后边的大拇指 大拇指在挤 可以 很好 我们的黄超艳 非常棒 实际 我觉得 这个啊 就是为什么说 生活处处是惊喜 其实对于这个 崔萍子这件事呢 我不是第一次看到 我在几年前 在布达佩斯 就在街头 这些艺人里面 就看到演奏 确实围观了一大批美女 在那里围观 真的争先 很恐吼的 要给拥抱 第二个其实刚才 为什么我想要试一下 就是因为以前学过鼓勋 我有点像它鼓勋里面的一个结构 但是唯一的一点区别就是 鼓勋是有几个孔的 对对 它可以由孔去 大扣 去流的变化 但是现在它是同一孔进 同一孔出 对 但是最终 我在您刚才在表演的过程里面 我一直去学习 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好学的人 所以刚才我就一点一点的喝下去 我就看看不同的血里面 有什么区别 吹得非常棒 我也想听你好好吹一吹 如果要您给黄超燕刚才的表现 打一个分的话 十分满分 打几分 对 作为第一次吹的人 第一次吹十分的话 打个六分 打个六分 刚刚是一个 我这是负分 就一个音 你还笑我你 这个咱就肯定在四分以下了吧 五分 五分 比他稍微再 五分 你这样的话 超燕会特别不平衡的 这好难 我觉得太难了 我不是吹不响 而且男老师担心 男老师 还有那个汽水 刚才我练半天 刚练出来个抖软弥发 但是呢 我觉得我缺氧了 缺氧了 我吹出缺氧来了 我觉得 我相信您练了 肯定不是一天两天 一定是长期的训练 对对对 我练有二十多年了 你看 所以说 半年了 就是你下功夫 所以 功夫不负有心人 所以我准备放弃 男老师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凭借着您这个吹瓶子 吹任何这个小物件 变成乐器演奏 您最高登上过什么样的舞台 向大家展示您的这个技能呢 我这个呀 也登上在咱们人民大会堂啊 也演出过 也登上过 然后也登上咱们央视的这个 元宵晚会 央视元宵晚会 包括春节晚会呢 一年有一年 还有这个 我要上春晚等等吧 好多节目 也出访了很多国家 包括国外的 国外的很多媒体啊 也都有采访 再次向您表示祝贺啊 谢谢 也感谢您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在万万没想到环节 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展示 其实男老师的经历 告诉我们一件事啊 只要生活当中 善于发现做一个有心人 生活当中 会有很多地方 很多小物件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再次感谢男卫东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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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